这才是真顶流周杰伦一场演唱会的空前盛况 香港顶流江涛用一百年也追不上 近日周杰伦在周寒举办演唱会 开始前旁边的维多利亚港上一艘艘游艇便逐一就位 而到了晚上更是出现船举船的情况 每条游艇上最多超过了30人 也因此让不少玩友调侃 诸葛亮草船借鉴都没有这么多的船 更疯狂的是没搭上游艇的粉丝直接划着皮艇来看演唱会 就算已经划得筋疲力尽也丝毫不敢休息 生怕错过每一秒的精彩时刻 海面上的游艇也向大家证明了 即使你是富豪 你也买不到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而这场被称为周杰伦海陆空演唱会上 一度形成了场内2万人 场外5万人的情况 为了看到自家偶像 粉丝们也是齐招百出 有的粉丝为了看得更清楚 专门乘坐摩天轮 轮流观看 还有不少男粉不惜爬上树 一棵树上最多占了5个人 因为演唱会是室外场地 天马公园和中环码头的天桥 密密麻麻一大片 尽管在这里看不到周杰伦本人 但是能听到声音 粉丝们也是十分满足 不管是海上路上 还是空中都有粉丝的身影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粉丝到不了的地方 不仅能如此 这场演唱会 还聚集了半个娱乐圈的顶流 曾子丹惊喜现身 并当场点歌千里之物 哇 我有看你的新电影 非常的厉害 我也看你的脸上没有 诶 对 这是你这样的 没有没有没有 诶 哈喽小哥 想要点什么歌吗 咱们歌都可以啊 什么歌 我帮你收歌点吗 好啊 请你进来啊 而坐在真子丹旁边的人 更是无数歌迷的偶像 一位是91岁的胡峰 一位是75岁 江大卫 这两位老前辈冒着大雨 还来支持周杰伦 可见周董的魅力究竟有多大 5月10日第四场演唱会上 龙佐尔和蔡卓妍一身休闲装献身 蔡卓妍现场点歌《明明就》 你们怎么还那么年轻啊 你也是啊 我比较好奇 平常你听什么 我啊 我好喜欢一首歌叫《明明就》 除了这些被Q到的大佬之外 成龙 张学友 郭富城 谢霆锋等重量级明星 也纷纷到场助阵 即便当天香港下雨 也依旧挡不住粉丝们的热情 周杰伦在香港的受欢迎程度不言而喻 回看现在被称为顶流的江涛 你就会明白顶流和顶流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香港的铜锣湾是全世界租金最贵的地段 可粉丝却将其称为江涛湾 江涛一出场 广场街道必定堵得水泄不通 粉丝还一致千斤租下电车 供游客免费乘坐 广场上的剧品也滚动着江涛的照片 本以为这位香港顶流是实力派 但它的舞动能力是这样的 爆发力更是惊为天人 然而更难以置信的是它的歌唱能力 就离和观众互动的方式也是令人无比震撼 相比江涛粉丝的疯狂 周杰伦演唱会上万人齐聚的狂欢 才是香港空前盛大的震撼场面